也是北市的部分 在今年9月台北市的人口确定跌回到了250万人以下 而这也代表如果李四川副市长确定要征战2026的话 北市就只会剩下两位副市长了 民众党议员现在就呼吁蒋师傅要积极处理这样的人口出走问题 以免影响到未来的小内阁编制 蒋师长也坦诚说北北基陶共同生活圈因为交通便利 所以人口流动难免的 北漂生活真的不简单 有越来越多民众选择离开台北移居其他县市 民政局资料显示 北市人口从今年1月的251万1291人 到9月的249万8210人 人口数正式跌破250万大关 人口数骤减也代表台北市没有办法再补第三副市长 很多年轻人觉得说 我干嘛住在一个又来又贵的这个房子里 还不如搬到周围的邻近城市 所以要解决台北的这个问题 我觉得加速都更是非常重要的 三社会福利的政策 其实要至少要跟其他六都要齐平 无法补足第三副市长对首善之都影响真不小 对于离开台北的青年们来说 房价物价真的是出走北市一大推力 民众党议员也批评蒋市府并未从根本改善问题 留住年轻人 反而甚至人口数还没跌破250万前 匆匆将张文德升任为第三副市长 北市长蒋文安抛数据回籍 这几年台北市新生儿相较于前年有增长趋势 强调北北基陶四县市交通便利人口流动难免 不过弱势川伯在2026离职征战新北 也代表台北市只会剩两位副市长 蒋市府势必得调整执政方针 毕竟首善之都业务量繁重 如果以后因为人口因素无法增至第三位副市长 恐怕将会间接影响施政税 记者中文 张远杰 饶饶中 台北采用不到